我在廈門聽到他 當時我是八八年九月到這邊 他好像是七月離開地本到寧德 那時候寧德是全國一個 最窮的縣十八個之一的 他在廈門做得好 所以他希望可以幫助寧德 十五年前我帶了十幾個外國人到寧德 開車八個小時到那邊 然後我們走 我們爬上七八個小時 習近平在那邊兩年非常認真 他的生活條件很差 但是他說環境沒 剛到寧德他到每一個小地方 是自己調查情況怎麼樣 在寧德的時候他寫了一些東西 就是非常聰明 也非常勇敢 沒想到那時候他做的方式 以後全國會做的 二十年前他已經有那個青春脫皮了 就是他在腦子裡面已經有了 是他鼓勵我寫書 寧德 2001年11月他給我那個福建 容易公民 所以也那天晚上 他說中國人了解世界 但是世界不了解中國 他說你寫《美麗下面》 你第二故鄉 你應該寫《美麗全舟》 你第三故鄉 後來我研究一下純舟的歷史 他是看中純舟 因為是海上四周出路的起點 所以也可能二十年前 他已經有這個一帶一路的想法 這個幾年寫了很多書文章 那個書寄給他 但是沒想到他會收到了 更沒想到他會 會信也寄給我兩本他的書 沒想到 因為習近平2013年在十八棟湖南 說2020年可以精準脫兵 我很高興聽到那個 但是還是有點擔心 雖然我對習近平來說 也很有信心 我看過他在福建怎麼做的 但是還是這麼大國家 這麼多人 怎麼可能 2019年我第二次環遊中國 開車兩萬公里 到很多地方 我以為我太厲害 我到這麼多地方 但是每次到一個地方 他們已經有習近平的照片 他已經跑過了 掉下金礦了 這裡零下的一個農民 就要刷我的微信 我說你有微信 他說當然有微信 我們這邊天天上網買賣東西 但是我發現在西藏一樣的 哪裡有這樣的國家 不簡單 98年我開始疲勞 再過一年 越來越糟糕 所以去香港 他說癌症 外國朋友到那邊說 如果出院要不要回家 他的意思是回美國 我記得就 我回嗎 回美國 我要回家 要回廈門 但是我覺得可能沒有希望 後來習近平 不知道他怎麼聽到了 但是習近平知道我在香港 就願他派兩個人去看我 也送花 就說希望我快回家 哇 我就哭了 哭了因為我真的要回廈門 要回福建 不要回美國 就是我深感動了 因為我是一個老師 我不是有錢人 不是投資 不是做什麼很重要的事情 這是普通的老師 但是如果再看到他 我要感謝他 沒有他那樣的鼓勵 我在出院的時候 也可能我就沒有出院 我真的就忘了 我就是 哼 所以他很關心我 我就是普通的一個人 他很關心我 我覺得這是一個 厲害的一個領導 這個real leader 我在寧夏 原南和貴州 三個農民 為什麼你的生活 改進這麼快了 三個說得差不多一樣 因為政府了解我們 很關心我們 習近平知道我們需要什麼